各位这就是哥伦布州议会大厦 我们在这个地方集合 坐在这个地方 思考着美洲大陆发现者哥伦布的历史的功绩 应该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哥伦布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家 因为他是强者 因为他是个冒险家 一个伟大的航海家 一个伟大的探险家 在那个时候要征服大洋 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那个时候人类呢 他既没有卫星导航 也没有任何现代的设备 凭借人原始的蛮力 靠着集体的组织的力量 靠着精密的协调和镇定的指挥 沿着海岸线 本来是去找印度找中国 带着给印度的和中国的皇上的信 但是没想到呢 直到他临死的1506年 他还以为自己到的是印度和中国 想不到 他发现的其实是美洲大陆 这个说法呢 对于这个哥伦布来说 这是一个很高的赞誉 他是伟大的航海家 是伟大的探险家 但是在伟大的背后 也有一些我们今天必须严肃对待的东西 那他就是一个奴隶贸易的始作俑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美洲大陆被发现之前 我们且不说死前发现者都有哪些人 在美洲大陆被发现之前 在美洲大陆地上有几千万的土著人 大家不要忘了这个数字 是几千万 但是后来呢 这些土著人哪里去了 土著人统统被殖民主义者消灭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哥伦布是一个肮脏的 丑陋的 残酷的 邪恶的 简直是没有人性的 种族主义者 殖民主义者 他不把土著居民当人 对于哥伦布这个人 有很多作品在描绘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应该说他相当贪婪 他既是个伪丈夫 又相当的贪婪 贪婪到什么程度 贪婪到他从 冒出来要探险这个念头之后 他跟英国 法国 德国 这个好多荷兰 好多国家 国王都说 我能帮你找来珍宝 我能帮助你呢 找到新的殖民地 但是这些国家都没答应他 您知道为什么没答应他吗 因为他对每一个国王 或王室成员都提出说 我要百分之十的战利品 什么意思 提成百分之十 所以呢 哥伦布他每到一个地方 他那个船队下去以后 金银财宝抢掠一空 他和中国的政和下西洋 仅仅是为了宣誓皇帝的皇位 把和平带去交换交流文化 完全不是一回事 哥伦布这个人 他的这种贪婪和残暴 是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满足贪婪的愿望 所以他做了大量残暴的事情 从种族主义来说 从贪婪来说 从他对于贩卖奴隶这件事情 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来说 从美洲大陆上 自他开始几千万印第安人 就这样被文明而毁灭了 这样的人类的悲惨结局来说 哥伦布是一个毁育参半的人物 那刚才既然说了 英国法国的 德国的荷兰的 这些国家的国王都不给他钱 都不跟他合作 那谁跟他合作呢 告诉各位 跟他合作的人呢 后来是西班牙国王 西班牙国王 与其说西班牙国王 不如说西班牙王后 西班牙王后 对这事有浓厚的兴趣 他们想发财 还因为西班牙国王 对于探险这件事情啊 他缺少必要的地理知识 他大大的低估了探险的 这种难度 所以答应了 所以给钱了 所以给人了 所以大船上面就 上去了很多很多人 开始了伟大的探险 在其实四次探险 整个的时间呢 持续不过十年 第四次探险结束之后呢 哥伦布就死掉了 哥伦布 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 是个贪婪的家伙 最让你想不到的是 哥伦布在探险之前 跟这个西班牙王室 居然提出什么要求啊 说我们所征服的 这个地方的总督 一个一个地方占吗 殖民吗 跑马占荒吗 每个地方的总督 都得由我 哥伦布的后人来担任 这太过分了 对不对 所以当人们赞叹了 哥伦布伟大的探险精神的时候 赞叹了大海海 时代到来 给人类文明 特别是欧洲孕育的文明 向全世界散步 做出重大贡献 是作为一个重大的 历史节点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哥伦布的贪婪 贪婪有的时候 用到正地方 它可能成为巨大的 勇气的源泉 但它绝不是道德勇气 绝不是文明 而是杀戮 是野蛮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 既然这个哥伦布 他 他不发现 这个美洲大陆 也已经有人发现 那么哥伦布的 大航海的意义 在什么地方呢 既然在哥伦布之前 已经有四万人 通过白岭海峡 和通过风动的其他的大洋面 直接就到了美洲 在这里边繁衍生息 更何况此前这个地方 有几千万的土著居民 是不是哥伦布大航海 就不重要了呢 也不能这么看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哥伦布啊 尽管他的这种大航海 充满了血腥杀戮 尽管他的大航海 开辟了这个殖民主义 贩卖奴隶的先河 尽管他本人的贪婪 我们对他的道德 很难画一个加号 画一个对号 但是哥伦布大航海的意义 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时候呢 欧洲就有了大片的殖民地 在美洲大陆上啊 最先踏上那片土地的 哥伦布哪儿的人 哥伦布是意大利人 他在西班牙 在荷兰 在很多国家生活 所以西班牙和荷兰这些人呢 他们也比较早的踏上了这块土地 法国来了 英国人又来了 英国人因为当时呢 世界上比较发达的 那后起的日不落帝国 所以英国人到这来 把荷兰人的地方占了 把法国人的地方占了 然后呢 大批的杀戮那些 朴素的 真诚的 热情的 对火器 甚至对上好的利刃 一无所知的当地土著居民 哥伦布大航海所带来的 文明的成果 我们今天的人背负着 我们今天意大利的人没有必要为哥伦布当年的血腥而承担责任 这就像今天的意大利人没有必要为莫索里尼在二战当中血腥那些屠戮平民的罪行而负责任一样 但是作为历史我们不能不思考 我们要思考的一个最深刻的问题 那就是历史究竟是怎样发展的 历史是不是一味的直线的发展的 历史的尽头在什么地方 当我们指责那些人野蛮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文明 如果我们真的是文明 那我们文明这些人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对待那些呢 尚未开化的所谓野蛮人呢 今天的人我们普遍讲民主自由人权 对不对 那既然是讲人权 那就人人生而平等啊 每个人都是一样啊 既然每个人都是一样 那请问 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的时候 在美洲大陆上已经生存的那几千万土猪人 他们到底有没有生存的权利 如果他有生存的权利 你们文明人拿着火枪来 举着圣经来 你把这些人杀戮了 到最后剩下的人在博物馆里边 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里边 在你们展示的一个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里边 你们文明在你们文明个鬼 你们文明在哪呢 文明的人能这样杀戮吗 当然了 现在说这事是几百年前的事了 四百年前的事了 我们也许用今天的所谓人权的观念来理解四百年前 那个时候所谓的所谓的文明 那是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先人 但是我们今天的人不能不做深刻的思考 不但我们当时代表着先进文明的哥伦布的庞大的舰队 他们对野蛮人大型杀戮 我们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也动不动就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侵略 推翻政权 把统治者绞死 当然你可以找出一百个理由说 他该死 但对不起 自从二战之后 我们所建立的国际秩序 当他该死的时候 应该由谁授权 应当有联合国吗 对不对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 联合国峰会192个成员国当中的160多个成员国 到美国纽约开会 商量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怎么把人类的文明推向前进 推向前进的文明有一个重要的责任 那就要清算过去的历史的罪恶 当然一切没有办法从来 杀了的人也不能活过来 活过来他也四百多岁了 但是那些血腥的罪行 我们应当知道那是罪恶 我们应当分出基本的善恶 与其说分清四百年前哪些是善是恶 是必要的 不如说自二战之后 那些自认为强大的国家 任意的在那些国家实行占领杀戮搞乱 支持一派又打一派 那一派只维持自己的优越的 居高临下的操纵的地位 这种新的野蛮的行径 同样值得我们谴责 在哥伦布市的州议会的台阶上 跟各位说这一番话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同意我的说法 我知道我的节目有人不喜欢 但是也有人喜欢 有人谈不上喜欢和不喜欢 也许您就有包容的这种胸怀 您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和谐与稳定 来自于多样性 来自于不同的人对不同事情的 不同的理念的表达和不同的政治实践 以及各个不同的文明共同体 他们有自己的准则 换句话说 那就是说我们应当尊重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国家的人们 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 由人民来做决定 而不是由一个炮最粗的 飞得最快的 力气最大的 可以有武力任意推翻一个国家政权的 那样一个强权来做决定 用得到一个今天在国际事务当中呢 大家喜欢通常挂在嘴上 但一般呢 做不出来的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叫做国际关系民主化 有些国家仅仅是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 但对外频频使用武力 并且动辄以武力相要挟 在国内 他们倒是呢 比较讲人道 但是呢 更多的人道之于普通老百姓 表现为一种形式上的人道 和一种形式上的民主 有人会说司马南你说谁呢 我说谁 没有必要说出来 我说哥伦布 我说的是谁 你懂的 这很漂亮 顶层 谢谢 现在我们来了 来到了这个哥伦布市的州议会的这个大厦 这是一个国老的办公楼 这个办公楼的顶层这个地方和我们去白宫 在顶层所看到那个大穹顶和壁画 以及呢中心点向上的这种呢圆柱形的设计 是非常相像的 有异曲同工之妙 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说错了 国会大厦 国会大厦 国会大厦不是白宫 国会大厦 不是白宫 国会大厦 这边是一个开会的地方 然后从这边这边是一个开会的地方 另外那边是另外一个开会的地方 然后他们有33个成员 应该是99位议员会在这边开会投票 150年前这个地方是俄亥俄的州议会 还是哥伦布的市议会 所以是这个一个政府房子 像158年之前 是一个政府房子 还是一个城市房子 是一个政府房子 所以我们说到政府的区别 国会大厦 国会大厦 我们是在国会大厦 所以国会大厦 国会大厦 然后国会大厦 国会大厦 所以这是我们三个层的系统 所以他说从158年之前 这边已经是议会大厦 就是州的层次 然后唯一高他们的就是华盛顿DC 明白 我看到这个地方的建制规模 它比这个华盛顿的国会大厦的顶层 那个规模是大不小 哇 OK 所以我们认为 这里是一个更大厦 在华盛顿DC 没有 其实不是 那就是aki气 唯一小创顿 我们在那里面的厄 library 在1857 你们在一个大厄 但这样的美国的华盛顿 保护局 正在美国时代的sole 非洲的 Darrin8 就是美国内战时期 曾经有6个月 这边是比国会大厦要大 但是在内战结束之后 国会大厦它有expansion 靠建了 靠建了 这边就是那边三倍之大 先生我们现在 我们俄亥俄州 这地方是作为首府 对吧 我们首府 我们整个州 它经济支柱性产业 主要靠什么 Columbus is the major city of Ohio and what's the major 经济主打产业 the economic produce so central Ohio Columbus specifically the capital city is known for banking insurance state government 就是州政府 and the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the higher education 这是俄亥俄州立大学 是四个他们这边 非常有名的职组 what about industrial side industrial side see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ince Columbus us is founded in 1812 we've had not as much manufacturing as like Columbus and Cincinnati so it's kind of insulated us from the the latest economic downturn so we make stuff but it not on the scale that you would think of like old rust belt you know midwestern rust belt cities right 所以他说是从1812年的时候呢 这边已经是俄亥俄州的一个 就是州政府 然后他说他们这边 没有太多的工业产业 我明白 当年哥伦布登上新大陆 发现美洲大陆的时候 那个登陆地点离这儿有多远 那个具体的地点 his landing here kind of discovering America but Christopher Columbus was never in in Ohio 就是说哥伦布曾 从未来过俄亥俄州 但是因为他们是为了纪念哥伦布 所以他们把这座城市命令为哥伦布 哦 那传说中的有物 以为是哥伦布在这地方呢 有个登陆地点 没有 其实是为了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所以这个地方并没有哥伦布的具体的登陆地点 OK 谢谢您 非常感谢 您告诉我这信息非常非常重要 现在有个具体的问题要请教一下 这里边是我们的议会在开会吗 开会的人是什么人 刚才我听到掌声 我们在不出声的情况下 我们在旁边悄悄地看一眼 不进去 在外边 不出声 看一眼 看一眼 你们可以去看一眼 OK OK 我知道 不出声 不出声 看 我们秘密尔指定 不出声 知道 那么在到这里 我们算认证 所属想要者 就像这样 在迷运动 罗斯与黑 主流寻 但他们也发布 结束于 黑话 里面 这个黄色的 电子 劇中飙 我们的 這次 五中国 认诸 中 其中 老守 宣 和 与 几个 咱者 以后 小李你跟我过来吧 讲解一下这幅画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这边是关于美国的独立 从英国的战争这边 美国独立起来的一个转折点 然后他这边有两个主要的战舰 一边是左边这个战舰 然后那边是右边这个战舰 然后是记录了Perry这个人的一个胜利点 然后是在1813年的时候 这是五月花号吗 还是独立战争吗 大的背景是什么时候 这肯定是美国独立之后 1813年的时候 1813年的时候 哥伦牧的14几年 15040年它都没了 这是在美国内战之前的事情 美国内战之前 谁跟谁打仗 谁跟谁打仗 交战双方什么人 美国人打英国人 美国人打英国人 所以美国这次 所以美国跟英国之间有了矛盾 所以有了这样的激战 美国和英国一共打了两仗 一仗是美国胜了 后来英国人又过来了 然后美国人又打了一仗 这两仗 美国人都打得很艰难 在整个打的过程当中 没有法国人帮忙 是打不败英国人的 美国人跟英国人打 美国人的道理在什么地方 美国人说你欺负我 英国人的道理说你闹分裂 你分裂你闹独立 美独主义 所以打的就是你 美国人那时候闹独立的 本质含义是什么 就是一个部门经理 他造总经理的反 不交税了 不是年上脚 利润你也不干了 自己成立个公司 所以董事长就跟他急了 所以美国和英国战争 就是这么回事 所谓独立战争 也可以理解为分裂战争 当然分裂不好听 独立好听 那就是美国独立战争 这是美国独立之后的 跟英国交战的 美国战舰的一个英勇的船长 和英军交战的情景 波浪滔天大海上 硝烟滚滚 战旗呢 上面已经被撕裂了口子 所以硝烟弥漫 整个战场上打的 厮杀的相当厉害 不过 在整个美国 直到今天为止 对外所有的战争当中 所死的人总和 没有超过美国南北战争 死难的人总和 所以美国南北战争 那还真正是美国大地上 美国人心目当中永远的痛